腔腔三圆形 闻到啊 这个我现在都已经健康人生了 这个每天早上这个吃麦片 吃早餐啊 然后呢戒烟 哎呦真是 你们两个不是现在一见面 就你的心最近怎么样 都很关心人家 对过去的生活有很多反思 那就是 就走向觉悟 伤透了心了 我的心都穿了个洞吗 那就现在见到女孩 我就这么说 所以你啊伤透了心了 真正是 而且闻到你还在坚持抽烟不错 对吧 这个我也给你宣传一下 咱们这个导演哈 出出这个照片 这个这个事很要紧 我们导演给我们能出一下吗 现在这个香烟的这个广告 你瞧闻到 这是什么 这个事对你可能没有太大威胁 这个你不关心 但是另一件事你应该关心了 现在是长假之后 传出一条新闻 这条新闻呢 让我感觉在中国也没引起太大的反应 但是引起一些烟民的反应 有个烟民就说呀 说咱们中国摇滚乐玩的不咋地 香烟里头中金属很厉害了 你知道吗 我听说有一个国际还不是一个开玩笑的啊 你看10月8号叫做ITC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项目 公布了一个科研报告 13个中国国产卷烟品牌 检测出含有重金属 含量跟加拿大产的香烟相比啊 最高超出三倍以上 什么格呀 什么什么什么 就致癌吗 重金属 然后说这份科研报告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人员联合做的 他们是从2005年开始 三年检验了中国市场上常见的香烟品牌 加拿大对香烟的检测非常严格 最后反正 查出啊 咱们是13种 13种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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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国产的这个香烟 你有说哪13种吗 呃有啊 但是我也不敢说 他们又来现在行打击报复 我要说了再弄个锤子 把我砸吧一下 我觉得这个靠谱嘛 这该不会又是一些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反华势力 对我国发起的疯狂进攻吧 哎 你这闻到现在一说话都成套的 对对对 国家烟草专卖局 国家烟草专卖局一个科技司的一个一个一个领导就说了 说这个啊不够公正和客观 嗯 说为什么呢 说香烟里头的重金属含量 中国没有标准 国际上也没有标准 而且呢 就是说呃 他呀研究人员 加拿大的这个香烟品质的这个重金属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 他们是拿加拿大的香烟来跟中国的香烟做比较 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科技司的副司长吧好像还是什么 随手就甩出一个杀手锏 说你要比这个啊有一种东西叫亚销胺也很致癌加拿大的那个有的香烟它重金属含量是很低了但是它的亚销胺的含量能达到八到十倍超多中国烟的八到十倍 呃对呃反正你看 他就说很有国际标准以本国烟为参照物 而且咱们说的这十三种中国烟呢有的是已经停产了但是有的还是很有名的啊 在大家到网上一查就知道但是好多记者打过去打到他们厂家厂家一般都是这个接不着电话 就是反反正对这个问题啊这个这个余烟不详 嗯 他那个调查是专门只调查中国烟啊不是全世界的烟都调查 呃嗯那那真真的是很恶毒啊真是很恶毒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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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不像话 对除了隔之隔之外吧其他三种重金属都严重高于加拿大香烟是加拿大就最高高到两到三倍 那那么那么你看啊我们猜测有一个参与此项研究的还有中国专家说呀就说所以文道你要戒烟呢 他说香烟本身就含有六十种致癌物质重金属只是其中之一 我们猜测重金属可能来自种植烟草的土壤哦就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嘛资源丰富嘛土壤里的重金属我我我 种烟草我还以为是稀土最近不去日本都到烟土里去了变成烟土了不是这个但我我平常出的都是外国烟嘛我出的那种卷烟什么荷兰什么亚酸什么你刚才讲那个亚销安哎你加拿大销安 他说从今天开始我抽国产烟了为什么表示我的爱国决心了到了这个时候对不对我把我回去把那些外国烟烧了做鬼也风流啊做鬼也风流啊你看人家这个中国的这个亡民呢很有幽默感就说了说中国啊现在要发发发是个发财之地啊你多抽中国烟能抽出金子了吗就含有重金属啊 那个世博会他们的馆的造价那个大家去的那个沙特馆其实呢他的造价只是第二位另外有一个馆咱不说名字据说当地的官员跟我说不说名字他的造价是最贵的原因是他的整个建筑的外墙含有增进哎呦我的妈他说不能公布要不然的话咱们又出于友好对不对出于友好 咱们都去弄点纪念品那像鹅卵石一样的纪念品那个馆可能就颜色要变色也颜色革命过没关系差不多吧没剩几天上海市博就快结束了对所以我现在才说这时候大家就可以去寻找一下就帮他拆了大家找一下哪一个馆反正他也卸了这不算什么吗他会运回去这不算是当年八国联军把我们圆明园那故宫里头那个外边镀的那个拿的刺刀不都刮了吗外边那个筋哎 哎对啊他呢这时候我们正好报复一下嘛对啊所以你看哈这让这些外国人就这个事啊就是很有意思为何说香烟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看啊他反映啊现在这个西方和中国之间呢确实有一种呢互相看不对眼而且我现在感觉啊你看啊 这个钓鱼岛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啊人与人之间呢其实有一种什么呢过去毛主席说什么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但是我发现人有一种心理啊容易把自己想成弱容易把对方想成强你看哈其实钓鱼岛这个事日本碰见这个事他也挺头疼 对吧但是呢你看我们的猜测就就会觉得日本是处心疾虑故意搞这个事件他们做什么事都是有准备的那么你看日本方面呢也会猜说中国这是要干什么我们你看包括你看美国和中国之间你知道前几年这个美国玩的竞选吗有一个选举呃广告有美国的这么一个一个选议员的哈 居然就是这个都能争取美国选民呢就是说你们不要小看中国中国现在已经做好了计划说中国国务院全盘的计划接管美国经济就等着美国崩溃接管美国经济你看但是咱们的经济学家一说呢容易把咱们自己想成这个呃特别傻说咱们哪能玩得过美国呀美国呢家伙这个要让中国经济倒台什么人民币升值他们处心积虑什么三部曲计划都做好了 因为我就发现呢两边看呢就像咱们有时候人与人之间这个矛盾哈可能两边啊都是一种怎么说呢呃说说的好听呢这叫大家都有危机感啊优惯意思替自己的国家利益优惯你知道最近这个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吗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原来美国原来我发现这还挺有意思在美国搞这个中期选举啊 骂中国是一个得分的牌对没错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在美国人现在都看出来了就是说啊这个上台之前呃要跟中国拼命上台之后要拉中国救命都是都是这路的对 然后就是说两方面选这个中期选举啊两个党派之间在台上辩论怎么着让大家喝彩啊就是说最典型的流行语就叫我是为了美国你是为了中国对都这么聊 比如说他们那些竞选官我在那个YouTube上也看到了很好笑的有的就是说我们的对手他很努力的制造就业机会为很多工人制造就业机会然后一直讲这话好像在称赞对手但所有的镜头拍的都是中国工厂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对手在帮中国制造就业机会就花好多钱拍这个竞选广告竞选广告的主要内容就是撤中国对就是你撤中国撤的一个狠 哎你就多分所以现在研究政治的人很多人在分析说西方这种民主这个形式的空洞化啊跟他的弱点就是他每年为了选票啊变成尤其像现在民主党民主党他要美国工人嘛美国的产业都都都搬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嘛其实中国该造的都是美国货大部分的利润都是归美国老板去的但是他对他们工人来说他是这样哎现在这个我我我我 那天是看见谁呀是秦辉老师呃发表一个演讲我觉得哎他把一个事说清楚了就因为就我我我我我我我听懂了就是说啊他说呀这个现在西方也很有意思左派和右派啊都夸中国嗯右派呢不是左派夸中国呀就是说这个你看就是自由度不能太高对吧你看中国的成功就这就是什么不能太市场化我看基本上成龙是左派的是对对咱们现在先去一下广告我再跟你说右派 枪枪三元行广告之后见